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开始他追我的时候对我百般呵护给我信心 等我们正式在一起后他就让我感觉到越来越慢慢惊心 和我微信聊天从来不及时回复 打电话也是各种粗言 不懂浪漫也不知道我心里想要的是什么 他总会因为一些小事就和我那脾气 不管我怎么解释他都不听 他总说自己是初恋 不懂女生的心 但是我却发现他别的女生也对我用心 现在我就想知道 他到底还在不在乎我们这档感情 心里是不是真的有我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孔 22岁来自山东学生 女嘉宾小孙 24岁来自河南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啊 男朋友 你是他的初恋 对 你是初恋吗 我不是 前男朋友是为什么分开的 前男友也是因为就感觉不够关心我 初恋啊 喜不喜欢 喜欢啊 现在人家嫌你不关心 今天来干嘛 就是我觉得我和我女朋友之间 也没关系 总是说要和我分手 然后我就今天想通过咱们节目 来沟通一下 行 不关心你要分手是吧 就是说他追我的时候 跟现在的这个前后的差距 就是让我觉得 他现在可能就是对我 没有那么好了 行吧 那你就开始诉苦吧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嘛 就是之前追我的时候 如果我给他发一句话 然后他可能会回个十来句 就是你这边要是回慢一点 他就会问你 你是在忙吗 是怎么了之类的 但是现在就是 你给他发一句 然后他可能半天才回 就更可气的就是 他给我发一句话 我给他秒回 然后他这边就不理我了 其实也不是一直不理他 就是过年回家的时候 对父母啊 和那些家里长辈们 说说话什么的 所以聊天就少了 回的就慢 你也不是说单纯 回的慢的一个原因呀 以前你给他发个什么事 他就非常上心 然后现在他就是 对你说的这个事 他完全就不上心 就比方说我比较喜欢 养小动物啊 不是 你上着大学 你养小动物啊 你可以养苍鼠啊什么的 就行了 就是因为养小动物 老是养死 哎呀 咱别养了行吗 就老养死然后呢 但是我又特别想养 然后呢 过年的时候 就买了一只乌龟嘛 因为那个乌龟 它就是可能 乌龟可不太容易死啊 我也这么想呢 但是没过几天 它就死了 水龟 鹿龟啊 就那八七龟 就街上买的那种 然后呢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就说我的小乌龟死了 我就特别伤心 因为好不容易 养了一个东西又死了 然后他 那就给你回了一个 哦 那你别伤心 就没了 那你希望怎么说呢 最起码你得打个电话吧 你得安慰安慰我啊 你最起码你得让我 就是分散一下注意力 别老想那乌龟 对 你应该说 在什么地方 要把他埋了 你去的时候 我会给你快递一束花 你捧着他 还要在小龟龟的墓前 鞠个躬 这个就行是吧 你不是电视剧吗 这不是就是 就别伤心不就完了吗 那还能怎么着啊 不是 你看哪个女生 肯定我跟他说 你肯定要多关心我一下 你最起码给我打个电话 聊一聊啊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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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聊一聊啊 舒缓一下 说点其他的事 打打岔 是吧 对啊 老是养死东西 就特别难受 像以前刚谈恋爱的时候 我哪怕就是说 我今天走路的时候 脚疼了一下 你可能都会 就是关心你半天 怎么回事 那个小龟就是 我觉得他很伤心嘛 然后就跟他说别伤心了 就是想着如果有空 我们俩一块出去逛街的话 再买一支送给他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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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啊 还是别买了 徒增烦恼是 除了这个没别的了吧 不对 小片里还说了 跟别的女人聊得特好 是跟别的女孩聊吗 是吗 对 就是他 就追我的时候 就特别用心 我感觉这小伙子 还挺好的 但是你说 他大过年的 跟那女孩发 五二一的红包 啥意思 就是过年 然后互相拜年来着 然后那女孩 给我发个五二零 然后我不大想收 这个人发回去那种 那你就不收不就行了吗 就觉得不收不好 聊着天了 突然就不收了 他这个人 其实平常 有的时候挺浪漫的 我觉得他就是 想通过这个 告诉那个女生 我爱你多一分 是这么想的 不是这么想 是这意思吗 当然不是了 但是你看 从外人来说 你就觉得真的 像对案号 没有那种想法 你就不应该收 你不知道只收 爱的人的红包 只给爱的人发红包吗 只收爱的人的红包 只给爱的人发红包 对啊 而且他就是跟那女生 也不是一次两次的 就是有一次 我俩一块出去逛街玩 然后他就在旁边 跟人家聊天 是收红包的女孩 就是那个女孩 他追了人家好长时间 没追上 然后转而追你的 追上了 是这意思吧 是 关键是他给人家聊天了 你知道吧 聊天 然后我说我要看 他不让我看 他非不让我看 然后我说那你这样 我是很生气了 对 然后他还是不让我看 就因为这事 我们俩当时分手了 还分过手 对 因为我觉得他这样 真的是很不顾及 你感受 就很不懂事了 对 这是后来怎么又好了呢 后来他就各种给你发消息 我当时就已经决定了 因为我就是 我前男友也是初恋嘛 就是感觉跟初恋谈恋爱 可能还挺累的 就是他就是老是 你是不是想到分过手 他就不再是初恋了 是吧 他成长了 这是这么想的吧 不是了 是你原谅他了 反正我当时就是觉得 这个人不行 就是不成熟 就对你就可能 没那么好 而且你还要 就前男友也初恋 他也是初恋 就老是这样 就好烦啊 就跟他分手 然后他就 他就在那儿 就当时我走的时候 他就在 就是门口就 看着我 然后 你受不了他对你 深情的凝望 又跑了回去是吧 这特别文艺青年 没有 你注意他的描述啊 全给你下套了 我就受不了他在宿舍门口 你就想那个场景吧 不是 然后我就回去了 然后他就开始各种讲 你赶紧回去了吗 我就回宿舍了 我没有找他 因为我觉得人应该果断一点 就分手就分手 他确实不适合你 然后我回去之后 他就给我发消息 各种发各种发 然后就忽然又舍不得了 后来又回去了呗 回去之后呢 后来就又好了 好了就好了呗 好了之后 但是事情还是很多啊 你又干嘛了 你自己说 没干啥 他在意什么呀 他就是觉得 我和那个女同学 就是有 后来有没有再发消息啊 给那女生 就没有闲聊天什么的 就有时候会发一些 那又干嘛了 就发一些 可能学习上的事 他说什么事吧 我不一定相信呢 对吧 你看我们两个认识啊 是因为那个选修课 然后我就是后来才知道 他选那个选修课 也是为了那个女孩选的 我就觉得 就心里这事 还一直挺不舒服的 实际上面 就后来你们俩复合之后 他跟那个 他以前喜欢那个女生 还保持着 你认为比较密切的联系 是吧 我们俩就是 基本上就在一起之后 然后他那个女孩跟他说什么 他也是就随叫随到那种感觉 他就是人家说 你要帮我取下快递 他就帮人家取快递 要用电脑就去拿电脑 如果说普通的同学 也没什么 你追人家追了那么长时间 然后你现在 跟我在一起了 你又这个样 我肯定 接受不了呀 是吧 是你干的吗 是有帮他取过快递 也拿电脑 你帮他取快递 拿电脑干嘛呀 就是我当时也有快递要取嘛 就一块就取了 那女生没男朋友吗 没有 那么难追 接着追呀 就我觉得我现在的女朋友 更适合我 那你更喜欢谁呀 当然喜欢我现在的女朋友 这就行了 你看你看 感情好挑拨不掉的 感情不好才能挑拨得掉 除了这个你还介意什么呀 就是说初恋这个事嘛 他就是不会说话 也不会做事 他老觉得他自己做得挺好 你就是真的是受不了他这种 他还做了什么事啊 你觉得受不了 就有一次我俩出门啊 他就指着他那朋友跟我说 那女生特别温柔 特别好 问大家你能当着女朋友面 夸其他女生吗 问你呢 能当着燕子的面 夸左言吗 可以呀 现在就夸 注意啊 我回去通知嫂子看电视 我觉得你跟我老婆 都属于美女 你看看 表达准确 我关键这一看就是老手 来 接着说 没事 你关键就是他怎么想的 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对 你说话 那我当时就觉得 一块玩的话 然后画一下 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女性朋友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 随口说一下而已 我就没想那么多了 我当时我就忍着 我就没说话 但是我心里一直就是 惦弃 我心里一直都挺烦的 你是不是现在特吃那个女孩的醋 我不吃那个女孩的醋 我觉得那女孩还没我好看呢 关键就是他不应该这么说 所以就说这种初恋的男孩就 就 就你跟他谈恋爱就特别累 你谈的真不是初恋爱 我说一句真相啊 可能你会很伤心啊 其实他的初恋是那个女孩 只不过那段恋情叫单相思的初恋 你是24是吧 你是22是吧 你们俩一级吗 我比他大一级 你比他大 你是不是晚上要毕业了 对 毕业之后你有什么规划 我就是不确定啊 就毕业了 害怕了 恐慌了是吧 他喜欢那女生是不是还在学校里啊 他们俩同班的 这太危险了 你对未来有规划吗 你们俩的感情 我是想先成家再立业嘛 毕业就结婚 你呢 毕业之后 我不大敢结婚啊 谈过这事吗 就是跟他说过 他也没跟我说个什么准确的东西 所以我这个事 你看我毕业了 我肯定牵扯到要找工作 对不对 那我去哪里工作 我做什么工作啊 这些都会影响到以后的生活 他可能他想的就是说 我经济问题怎么怎么着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你也得为我考虑一下 想一想去吧 考虑过吗 考虑过 咋想吧 因为我刚毕业的话 我肯定工作也不怎么样 然后也没有什么存款 没有车没有房 我就不敢跟他结婚 我觉得我养活不了他 所以实际我听下来 是你已经暗示人家 想嫁给人家呗 人家没接招呗 甚至人家拒绝了呗 是不是这意思 也不是一定要嫁给他呀 我只是说 对那不就嫁给他吗 我一毕业我就要结婚跟谁结 不就跟他结吗 我只是说我想选择那么一条路 因为我可能这个人就是 事业心也挺强的 我就觉得你这个工作完了 结完婚了之后 你就可以好好去做你的事业了 那如果他拒绝了 你下一步是再找一个男朋友 结婚是吧 不是不是 不会说就这样 就为了结婚而结合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 就野行 结婚也没什么 什么叫野行啊 你可别勉强自己 就是说 可能跟他结婚也还好 怎么想 好纠结 好难受 好不舍 来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想劝姑娘的就是 我总觉得 你把恋爱谈成了偶像剧 就是你总想这一个 这段爱情 这段感情对我来说 是懂不懂得美好 然后我应该毕业就结婚 然后我们两个人 先成家 好立业 可是当你啊 即将步入社会了 是吧 当你真正步入社会之后 你的生活将是 另一番的景象 你的世界将会和现在 完全不同 现在结婚 成家对你来说 为时尚早 还有一点 有一个观点 也想告诉你的是 不要一直要求男生 要像追自己的时候 那样的一直用心 一直呵护你 疼爱你 当你希望他 一直像这样 追你的时候 那样的用心 下功夫的时候 反思一下 自己有没有像 他追你的时候 那样持续释放女性魅力 对男生说的是 我愿意相信你是真的单纯 但是如果认认真真谈一段恋爱 就应该第一个顾虑到他的感受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而且你在追他的时候 用了多少的心 在之后就要相应地增加 如果你递减的话 当然对方会觉得你 不爱自己了 所以谈恋爱是要细水长流 不要洪水猛兽 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香大老师 来 曲总 我觉得女孩是应该认真地 审视一下自己 以及这个恋情 你觉得你是一很细心的人吗 还可以 错 你看啊 养植物 养小动物 但最终都会养不活 因为你只追求说 一开始养的那种喜悦 但是你并没有被 自己这个选择负责 养小动物简单吗 说简单也简单 说不简单也难 因为你真是要精心地去学习 怎么能让它健康 怎么能让它成长 但是呢 小动物过不久 就死掉了 你悲伤 你此时不是说 反省自己的问题 而是说 你应该在此时给我安抚 不是它没有成熟起来 而是你没有成熟起来 暂且不说 它是否最爱的那个人是你 问题是 你应该成熟地想一想自己的未来了 同样 对待这段恋情 我觉得你也不够认真 因为你真正喜欢的应该是那个女生 一定是 只不过这个女生更适合你 骗不了人 你的感受给到她 给到你自己都是骗不了人的 所以你要认真地 做对自己负责的事情 做出选择就要负责 在你觉得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的时候 就不要去选择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这样 小孔 520和521都是我爱你这个意思 你知道吧 知道 知道 知道还发 就是像歌词里唱的一样 你和那个女生你们俩 两句歌词 你的这句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她的那句是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 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是 就像朱玉老师说的 你很喜欢那个女生 但那个女生 拿你当备胎 Dreamer不答应你的 然后呢 又让你去取怪地拿电脑 她不好 她不喜欢你 你懂吗 所以你首先要在心理上 对那样一份情感 我不叫感情 因为没开始 情感 做一个断舍离 然后再真诚的和现在的 这样的女朋友 或者未来的女生 去谈恋爱 反正我觉得那个女生对你不好 你自己去想 然后小孙 哭啥呀 别哭啦 年轻的时候有这样一份爱情 我觉得挺美好的 青涩 懵懂 想让一个男人 对你的好 像他追你时候那样 不可能 激情过去就是平淡的生活和日子 你就是太年轻了 所以你没有这样的人生感受 如果想要爱情保鲜 所以才会有我们的这个爱情保鲜剂 各位老师给到的一些方法 但很显然你现在还不会用 所以你把一切都想象得太过美好了 一直跟我们讲说 他是我的初恋 他没有经验不懂 前男友也是我的初恋 其实跟初恋没有关系 跟他的性格有关系 你看他那样 傻傻的 所以如果你想让他 像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你得教他很多时候 你说我的小乌龟死了 他说你别伤心了 你希望他给你打电话 你告诉他呀 你把他电话打过去 你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你给我打电话安慰安慰我 下次他就知道了 明白吗 聪明一点 不要每天就活在自己那个纠结的世界里面 然后两个人其实都是很单纯的人 不管未来怎样 我觉得好好享受这样的青春 爱情就够了 祝福你们 好 谢谢左燕老师 来 附老师 你的眼泪为什么而流啊 哭自己不值对吧 老培养别人的男朋友 既得不到他的心 又得不到他的关怀 现在更得不到他的未来 因为我个人觉得 其实自己在成长当中 也是遇到了很多问题 你看你这人说话就弯弯绕 对于 你就说话不够直接知道吗 如果说现在你放肆地哭一场跟这个男生说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嫉妒那个女生 你的心有没有在我这儿停留过片刻 我现在我要走 我特别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清晰的承诺 你从来都不直接说出来 就没有任何意义 是你自己装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 是你自己把自己想象成了初恋培训班 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想象 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男生所发生的任何一切 都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虽然他跟那个女生发什么520521 我认为这个是一些很不妥的事情 但就我称如你所说 他很年轻 他第一次恋爱 你是他的初恋 如果你想要当一个男生的初恋 你就有义务去包容这一些 谁让你不是初恋 你别承担了这些东西 你又后悔说 我培养来培养去 别人也培养成了别人的男朋友 所以没有必要哭 任何一段感情当分手的时候 你就只要记住跟他曾经美好过 那你也曾经享受过这份美好 就不要老想那些让人伤心的事情 只有当一种条件下 你们两人可能最后走在一起 就是你认为他是你的归宿 他也认为你是他的归宿 但现在他并不这么想 也许你只是他的异战 好吧 没有必要老是憋着自己 轻松一点 分了就分了 对吧 一个女人 谁还不帮别人培养几个男朋友 很多东西都是自作自受 但同时我们也享受了美好 没有直或者是不直 只有你认真了 或者是没认真而已 只要你认真了 就无悔 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我同意昨天老师说的一句话 那个女生不好 追了半天不跟你好 过春节的时候干嘛 发个520啊 这不是聊人家吗 不理他 跟他分手了 也别找那个女生 那不行 对吧 咱把这话说清楚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好 亲爱的 我知道我 来 请关门 开门 就在一起 谁让我们相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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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来吧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爱你 我不想听 谢谢 来 请亮灯吧 来吧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你们的分享 请回 再见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嘉宾老师 好好谈恋爱 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她一直以来都特别爱喝酒 喝完酒之后脾气特别大 我一直让她把酒戒掉 她一直没有戒 而且对我特别地不关心 而且对我还总是挑三拣次的 我真的挺委屈的 我不想让这个家 就这么得散了 毕竟我们两个还有孩子 我希望老师们 能给一些宝贵的意见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 31岁来自吉林个体 女嘉宾徐女士 28岁来自吉林个体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结婚多少年了 三年了 三年了 孩子多大了 孩子三岁了 喜欢喝酒她 她就是一直以来都喝酒 所以今天是你想来的是吗 对 想让这个家重回正轨 是这意思吧 对 常去喝酒 也不是经常 一周三四天吧 偶尔 三十偶尔 一周三四天 是偶尔 她出去喝酒 会打电话给她吗 她有的时候会告诉我 但是偶尔就是没有告诉我 没告诉就特别担心 她告诉你 你一般不会打电话 是吧 她告诉我了 我就不问了 有那种打电话 不接的情况吗 有 年前的时候 她出去喝酒了 但是她没有告诉我 干什么去了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打了可能有三十多个电话 她都没接 那你打两遍没接 那你就别打了 那你还打那么多遍呢 那我不知道你干什么去了 当时没听着吗 那天是喝多了 你不知道家里 还有人担心你 知道其实她挺担心的吗 也没在意这些事 我感觉 出去吃饭 也不是晚上不回来 她脾气也特别大 怎么个大法 去年十一在家 我在客厅跟她说话 她在卧室里躺着 好了她好几时 她没有回答我 然后我就过去 看她干什么呢 就是我以为 她跟别的女的聊天呢 然后我就到那上去 就把手机抢下来了 抢完之后 她就特别生气 生气 然后她就把手机摔了 你不是一次 抢我手机了 平时你盯上好 抢我手机去看呢 不是 你为什么 老让她抢呢 她老是就是想查我 看我干啥呢 给她看不就完了吗 有时候她也没说要看呢 直接就抢过去了 不至于摔手机吗 她欢迎我 跟别人聊天 聊没聊啊 没聊啊 我为什么老抢她手机 就是因为她以前 跟异性聊天 让我发现过 我也没聊什么过分呢 那你还想聊什么呀 所以时宜 你依然抢了她的手机 她把手机摔了 对呀 对你怎么样 对我不够关心 怎么不关心 因为我是做服务行业 白天的时候跟客人 肯定有的时候 发生一些矛盾 但是服务行业 我不能去跟人发生争执吗 只能说自己别去 回到家就是挺郁闷的 然后就躺在床上 我就歪动了 她呢 回家了 她也不问我怎么了 就在那儿 让我给她做饭去啊 我心情特地这么不好 我还嫌 让她关心关心我 她也没问 我一回家就是想吃口热肉饭 完了我就看你在床上躺着呢 那你啥不做的 我不会做 你会做吗 我会 不太好啊 太行 不是 你做的饭 一定特别特别难吃 是吧 我认为 你做饭特难吃 以后让先生学着做 一般男的做一些事 能做得比女人好 行 要给男人机会啊 别把那个男人的机会都抢了 知道吗 学呗 我倒是可以学 但是 但是我也不能天天做呀 不光是这样的 就是我情绪不好的时候 不关心我 我生病了 她也不关心我 就是有一次 我那天没上班 感冒了 就高烧嘛 特别冷 然后就盖着被子 在那儿躺着 然后她回来了 还是让我 给她就干活去 我还想让她给我 倒点热水啊 就是或者给我买点药 关心关心我 还是没关心我 她以为我在那儿装病呢 这是为啥呀 感冒也不是 也不是什么大病 利索能急做饭呢 也应该能做呀 但是我那天我回去 我没看出来 没注意这点 然后你说 我不怎么注重细节 那你注重啥呀 我就是挺大力量的个人 然后我们俩一起出去吃饭呢 拿餐具 她只拿她那份 我那份她也不能 你就是太小心眼了 你总挑这些小理 我听你们俩落这些坑里面 一直没提孩子 三岁孩子在哪儿呢 孩子一直就是我婆婆的 因为我俩工作比较忙嘛 忙啥呀 一个礼拜喝四场酒 白天不喝酒就行吧 你老婆刚才说了你很多不是 是吧 我相信你心里特委屈 对不对 你把苦水倒到呗 平时管我管得太严了 我感觉 咋管你了 查我电话是一方面 完了还查我账户 看我有没有私房钱 然后我微信的交易记录 就是每天必须得查的 你要是偶尔查一次两次行 你就天天查呀 我当然要查你了 为啥呀 因为就是 她还好买些没有用的东西 花销比较大 所以我就不管她了 而且她以前经常跟那个 异性朋友聊天什么的 我可能就会怀疑 她是不是跟哪个女的 出去吃饭了 喝咖啡什么的 我想查着她那个交易记录 所以你们家的钱是怎么 我家的钱就是 我挣钱 我跟孩子我们一起花 然后她挣钱是管家 嘴礼啊什么 任何开销 就所有的开销 家里的开销都是她 你花就相当于你那零花钱嘛 她的钱里 是不是也管孩子的生活费什么的 对管 那就是你挣的钱是你和孩子的零花 对吧 对 她的钱是整个管家 是不是这意思 对 然后你还每天查她的账是吧 发现有小金库什么的了吗 这个没发现过 查出来她跟别人喝咖啡的记录了吗 喝咖啡的记录倒是没有查出来 就是她应酬的时候 买单的次数比较多 还有她总说我买些那个没有用的东西 其实买那些东西都是个人喜好啥的 我好买些工艺品什么的 回来她总是唠叨我 我感觉你买那些东西也是没有用的 那你光买个手机壳就买十多个 你用两天就换一个 用两天就换一个 那你买那些东西不是没用的吗 我那么多手机壳没有你一样之前呢 都说我不爱收拾屋的 你看看家里 那个客厅 电视棍顶上摆的全是她买的东西 啥呀 那叫什么铁塔呀 就那些摆式就挺大件 而且更贵的还有一个望远镜 家庭都用不上的东西 我就特生气 你说家里 我如果说我去买东西 我都买些实用的 你们当时谈了多久恋爱结的婚呢 谈了一年多 当时觉得满意吗 还行 挺满意的 现在咋了呢 我不想让她喝酒了 然后还有她对我不够关心了 一是借酒 二是能关心关心我 是吧 总觉得这日子过得别扭是吧 还有想让她把脾气改一改 那你结婚之后觉得跟她过日子别扭吗 挺别扭的 单身的时候一个礼拜去喝几场酒 那时候比这个次数还多点 行了 听明白了 听起来都是一些家庭的琐事 或者叫小事 但是恰恰正是这些琐事和小事 影响了夫妻的情感 和家庭生活的品质 我们的老师怎么帮助她们调整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说男生的问题 妻子为什么这样啊 抢手机 电话连环call 为什么 因起你的重视啊 你对家庭完全没有一丁点的责任和概念 你只是觉得我回到家 你就应该给我准备好热饭热菜 可是妻子的责任仅限于此嘛 你需要她为你付出 那你要为她付出什么呢 你希望吃到可口的饭菜 那你也需要付出一点什么吧 对不对 要不然这个家的意义何在呀 婚姻当中最可怕的就是 一个男人对妻子完全地漠视和不陪伴 所以如果想要让她改变 明显改变 夫妻相处之道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懂得讲分寸 这个分寸里面包括很多条 着重说一点你的问题就是 你不懂得尊重对方的隐私和空间 突然抢手机 一直去调查她的东西 你是有多么极度地不自信 害怕失去她 如果你那么不自信 那就请你先从管理好 自己的身材开始 让自己提升自信 如果你把自己的身材管理好 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很阳光 我相信你根本不会在乎 她把钱花在哪儿 是否跟哪个女人喝咖啡了 对不对 对 接下来来说一下孩子的问题 如果你想要让你们的生活有笨头 把孩子接回来 哪怕婆婆过来 在你们上班的时候帮你们带 但是孩子一定要跟父母在一起 因为那是你们的希望和未来 那是你们家庭 向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和笨头 这是对你的建议 谢谢商达老师 来 曲总 我先问问男生 这日子还想过去吗 如果要是继续这样的话 就算是在一起也不会太幸福吧 我听起来 你基本上三分之二的时间 没在这家里 有时候工作比较忙吗 说工作忙 我在外的应酬 喝酒都是为工作都是骗人的 不光是骗他 也是骗你自己 一场酒里都有几句话 多长时间是在围绕工作转 另外的在干什么 我们都是男人都清楚 我们每个人不见得比你不忙 但每天都会很早地回家 宇宙能有一次在外的应酬就不错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每天都想尽早地回家 看到老婆 看到孩子 跟老婆孩子一起吃顿饭 那种感觉是每天当中最好而最重要的 那种感觉你有吗 很长时间没有了吧 想不想有 想有 真想有的话 就先给我回家 还有逃避责任 你们俩都是逃避责任 连孩子父母这个职能 你们谁担当得好呢 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 怎么可能不让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呢 你对孩子的爱就能体现出 对这个家庭的未来的期望 老公回家 孩子回家 你在家里做好这些 作为一个妻子母亲的职责 然后这样呢 我日才能一天一天过好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左英老师 你今天的诉求也很简单嘛 两项 第一 要他多关心你 第二 让他少喝点酒 一多一少 我帮你解决这个事 先生您好 好 您好 刚才曲老师说了 我跟我们的家里面的 怎么样的相处 然后跟他太太的关系 我可以作证 为什么 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开始拍了一张照片 拿他手机拍的 我说你要修图啊 你不会修 他说没事 我让我老婆回家给我修 这关系非常好 时时刻刻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爱 但是整场我都没有感受到你对你太太的这种温存 发微信跟别的女生说 你干嘛呢 吃了吗 你有关心过你太太吃了吗 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 打电话三十几个不接 你知道男人不接女人的电话 女人的脑海里就会各种画面 当然可能都是不存在的 但这是女人的感性导致的问题 所以你要多给予他关心 就从他的一日三餐开始 每天关心一下他吃得好不好 吃得饱不饱 我相信他就会很温暖了 第二点 我们来说喝酒 一个礼拜三四天其实是很高的概率 不是你说的偶尔哦 有点严重了 我不是在吓唬你哦 在国外 如果有类似的症状的话 是要去看心理医生的 叫酒依赖 就很爱 哎呀 我真的就是要喝 喝完以后 哇 我幸福 然后我不管我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就是高兴 然后不喝我就浑身都不自在 对吧 所以呢 为了你的身体健康着想 你也不能这么喝 一下子让你寄了也不可能 减少频率 现在三四天 自己硬性规定 每周只能喝两天 因为你知道酒喝多了以后 当你上年纪的时候 心脑血管疾病 接踵而来 谁伺候你啊 这是你自己的事吗 你的健康 你的身体已经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是整个家庭的事情 是将来你的妻子要去承担这样的照顾责任的事情 所以别给别人添麻烦 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吗 所以减少喝酒的频率能做到吗 尽力吧 尽力吧 对 所以你满意吗 对这个答案 还行 好 那问题就解决了 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就是 啥也别说了 鸡毛蒜皮点事 回家好好过日子 然后好好照顾孩子 尽量地去挽救和维护这样一段婚姻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告别这一个 可能下一个还不如这个呢 明白吗 好 祝福你们 好 谢谢左岩老师 来 胡老师 你知道现在在生活家庭当中 有孩子的情况下 每个人得有多累多忙 你们俩多闲啊 生个孩子放父母加养 你生他干嘛 我看如果孩子要是待在家里面 早把你们折腾瘦一圈的 刚才说他的工资是用于管家 他管了什么家 我估摸着这孩子养的父母 也贴了不少了吧 你们俩多小子啊 你们俩能够去彼此扯手机 打电话 回来磨磨叽叽 四天出去喝酒 就是没事 知道吧 有了孩子之后 有多少东西得去打算 幼儿园读哪啊 怎么读书啊 怎么教育啊 早教啊 七七八八 这么多事 你们太闲了吧 所以也丧失了信任 也丧失了责任嘛 就这么简单 两个不作为的人 生活得一塌糊糊糊 回家吧 娃接回家 回家带娃去吧 来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发红堂 真情六十秒 自从生完孩子之后 我的身体 来 请关门 来 请开门 就在一起 谁让我们相遇 以后的彼此 我们一起相遇 你们俩抱一下 给我看一遍 喝 让你再喝 往中间干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请见证 我以后尽量把酒戒了 完了 我也会学着做饭 我也会做一个妻子 赢尽的责任 希望咱俩以后会越来越幸福 不再有这些矛盾 我也希望 好 在爱你等着你 未来点点 谢谢两位 请回 在爱你却是你 思念的心态 无法呼吸 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 也许是不经意 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诗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喜欢一个女生很久了 也向她表白了 她居然同意了 后来这个女孩 来到了我生活的城市 我也给她安排了工作 在七夕的时候 想要给她安排一个惊喜 她却说我们还是朋友 但我依然把她当女朋友 每天陪伴她 朋友们也认为 我们真的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但是我心里知道 她并不想和我确定 这样一份恋爱关系 我真的很苦恼 不知道该怎么办 孩子她所有的表现 都在告诉你 我并不喜欢你 如果有一天 女孩子真命天子出现 你也就不会再 存在于她的身边 所以听起来 你更像是一个备胎 这个备胎的时间 你想要做多久 要问一问自己了 我们的节目 使用绵绵保湿 湿湿水嫩 伊贝诗海绵霜冠名播出的 《药保湿伊贝诗》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尽情报名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